这怎么了 路怒症 不管什么情况下路怒 咱问问阴摩场 好比说我开着车 有个车把我给别了 这时候咋办 礼貌性地把车窗放下 哎呀 铁子干啥呢 什么事啊 你有啥事那么着急啊 大哥 孩子高少39度8 抓紧时间上医院的 那你早说一声 按个喇叭比个手势 我肯定给你让行啊 这么办兄弟 一会儿变了绿灯啊 你踏踏实实走你的 那你呢 我把我这车横过来 你横着干嘛呀 后边我给你堵死了呀 也不至于那样 说一会儿又有个车 又把我别住了 接着问 哎呀兄弟干啥呢 是不是孩子发高烧啊 没有大哥 我就想别你 好 那我现在开始骂了 好嘛 那也不应该骂 互相理解 文明出行嘛 我这素材咋呀 这素材太好了 好不好 我就照您这个啊 把这交通这点事啊 编成一段好相声 这个名字 就给咱出俩素材 你就要写一段相声 这一穿起来 这就是一个好节目 我告诉你啊 真正好相声在我这儿 谁不知道我陈信玄 小聪明一拍脑袋 怎么了 谁也追不上咱们这个呀 那你那意思不弄这个 没说不弄 这不还有人没发言呢吗 对 还得让这个厨师 是吧 钱师傅再说两句 对让他说两句呀 听听钱师傅的素材 行 那我说两句 您先等会儿吧 这两天感冒 哦 鼻子有点不充气 哎 喝 让我说两句 哎 我就说两句 你喝 你让我多说两句 我也没有那两句 您可以多说 这么办 我跟你聊聊过节的话题 您跟我聊聊过节 你喜欢过什么节 我跟大家会儿一样 喜欢过春节 玩的 跟我不一样 你喜欢过什么节 清明节 哦 那你们家人口不多吧 错 怎么呢 清明节这个节太好呢 这什么好法呢 这个节很安静 很清静 那为什么呀 你想一想 逢年过节 谁不给谁 发短信发微信 互相问候 祝福一下 唯独清明节 从来不互相问候 那怕什么也问候啊 怎么问候 找起这个姑娘 刚打开手机 别人给发好几条信息 一点开语言 清明节快乐 清明节快乐 那确实不是快乐的节日 无相话 哦哦哦 再说 清明节现在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什么现象 就是几代人 纪念的方式不一样 是吗 妈妈带着女儿和小外孙 一块给老伴上坟去 那这个老妈呢 老太太到坟地前 一看见自己的老伴没呢 肯定痛哭流涕 是是 老太 我爱死 你发到就都来 您感情好了 您不至于啊 您要全 你说你走 你也不带着点我呀 带着您一块过去 我也不跟你去 还是不敢去 到女儿就不一样了 女儿为什么呢 女儿就慢慢地说 哦 爸 您放心 你去啊 妈跟我都挺好的 小外孙今年都七岁了 您在天堂好好安息 这边啊 有我跟女婿在 爸 您放心 这是 对待人 哎 这解读 您这不能好好说话吗 那你别管 哎好 到小外孙就不一样了 听听这小外孙 哎 这小朋友 嗯 没见过老爷 妈妈妈妈 对 那里边住的是谁呀 他问住 别住着 不是住的 这是你老爷 哎 老爷 哎 这老爷呀 老爷怎么上那里边去的 老爷 出来呀 哎 出不来 出来 别叫了 你别 行了 他一出来大伙都跑了 啊 这小朋友啊 童言无忌